演习攻略的热播 不仅让剧中演员知名度纷纷上升 更让作为演剧和总制片人的余政 即当年的工具后重新刷一部好感 关注度更是专得响叮当 说明力双收也不为过了 这部演习攻略才宣告破100亿的好消息 依次余政小号就被曝出 小号最近的一条消息信息量更是大 该小号似乎在迎接新的生命到来 言语间满是期待 最终在美国时间8月18月洗的意思 但是很多网友疑惑 余政连老婆都没有 却被曝出洗的意思 像吃光群众也是猜想连连 到底是余妈妈居然跑到美国代孕了 还是隐婚大众迷 网友根据消息是腾摸光 发现在演员张嘉宁而胎产死后 张嘉宁对祝福的余政表示他好事成双 但是还没被余政曝出的紫意说 网友对成双的好事纷纷猜想 现在看来就是延续攻略破100亿加上洗的柜子了 其实余政在曾经的采访中也表示自己需要有孩子给家里一个交代 可以看出当时就有想要孩子的计划 只是因为也就刚找不到合适的人 现在孩子生了也是被期盼的 毕竟疑似小号的网名叫Oliver的新生 再发现有孩子那天就开始听长发和新生儿有关的消息 从这些微博就不难推断出这个新手爸爸非常期待孩子的诞生 而小号最新的一条 居然感叹 这一世的荣辱 终将要人继承 还趁自己不能不悠扬的老硕了 M内心简直是上演了一出宫廷大戏 不愧是戏精打女主驴吗 吃瓜群中更是纷纷点头 表示 这是听过最矫情的父亲自败 体意完全可以写不自传教 王的女人至于激传 有点感动 但更多的是搞笑 2018可以说是遇政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了 事业重新回到巅峰 如果生子是真 那人生也跨过单身阶段 人生赢家无疑了 这才是转运经历本人吧 ZM的也则证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